28. 大公報,珠海今年植獲外來有害生物 2015年7月27日中國新聞A13簡訊珠海出入警檢驗檢疫局26日披露 繼去年在珠海進境口岸以植獲有害生物299種、3986次之後 該局今年持續植獲對植物有害的生物 而且首次柴獲能傳播霍亂活菌、傷寒肝菌、荔疾肝菌等的病媒生物 黑斑海花形 據該局動植處統計 該局去年在珠海進境口岸植獲的植物有害生物 同比種類增長了7.94% 捷獲種次增長了26.82% 其中捷獲的有害生物來自39個國家或地區 比上年增長21.88% 黑斑海花形市該局7月16日在高蘭港入境的 一手貨運船上捷獲的 該船是來自韓國的巴拿馬籍入境船波 這種極二負格液膠H種病原體的重要醫學媒介生物 侵害面廣、生存能力強 能通過集裝箱等運載工具入侵世界各地 中生社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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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